突然冲进夜市 奔向一部小货车 轮轿撞车整整25秒 吓得车内驾驶赶快开门 此时妈祖轮轿180度大回转 后来又飞越机车 这一连串的行径 引发大家好奇 到底妈祖在找什么 我们无法理解神医 只会觉得他到底在做什么 一丝货车车主的家人 在网路留言揭开谜底 到处最近家人去世 妈祖撞车加持 让他们倍感安慰 而这部货车实际上 是一路跟随进乡队伍的 医疗团装备车 帮忙信众简易包扎 处理伤口 白沙屯进乡试机 还有这个 网路队 网路队 妈祖拦轿在十字路口中间 原地转圈 由于没有固定路线 所有信众跟着今后等待 场面壮观 这场文化盛世 有外国人也亲眼见证 来给你们看白沙屯马祖 来自美国的YouTuber小柄 跟着进乡队伍同行 途中掉了钱包 没想到钱包被原封不动 送到派出所 一毛钱也没少 让他兴奋地表示 幸好我在台湾 此外有台铁列车长 进乡则不忘求姻缘 31人 他就想说到现在都还是单身 粉红超跑 南下进乡 凝聚15万人 每个人带着各自的故事 见证历史 记者何孟谦 林世新王 史涵 A3G小组彰化 采访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 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 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